前面 這十九年來我在台灣的蘋果新聞網 感受到我們報社一貫中立 然後反共的立場 那我希望我们现在换了新的东家 也可以坚持我们要走的路 然后撑香港 和香港过去离开的同事 永远心都在一起 然后继续坚持我们应该走的路 我的李老板 他现在在香港还在牢狱当中 我希望他可以尽快获释 然后这些无辜的新闻 正直的从业人员 都可以到新闻岗位上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香港不能只有一个声音 加油 台湾撑香港 加油 你这花脸好让来 对啊 一二三 因为就是来看一下公司的那个 因为他说之前日的最后一天 所以之后应该 苹果新闻往台湾这边 应该就是会收掉了 我觉得蛮感叹的啦 因为就是因为李老板 主要我觉得这大运 应该还是跟李老板被抓起来 有关联 因为如果李老板没有抓起来 跨起台湾这边 我相信还是可以继续营运的 其实我最担心的还是香港的朋友们 对对对 因为我跟香港朋友们就是也有联系 就是对于香港现在的新闻自由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了 就是觉得是蛮难过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关心 这个仪传媒的交易 还有仪传媒背后的之后会怎么走 然后不希望他就是中华民国政府 也应该要好好来重视这件事情 不要让他落入到有心人事手中 3 2 1 追新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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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